这是征战回应星期的第五集 玩星期如果想要粘牙所有人 清空特殿商店必不可少 特殿商店人者招募先后顺序也尤为重要 有的人者是有羁绊投降框的 其拉比雷影爱牵手助肩与直播班 这是我选择的第一批招募的四个人者 有的人喜欢先招募A人 感觉三天就能出来张卡特别合适 那就大错特策 生战斗力必须要冲着投降框去 因为特殿商店无论A人还是S人都有称号奖励 但是投降框奖励只有个别的有 而且投降框既美观又加战斗力 所以星期招募必须放在第一位 招募到一半没金币了 只剩下了285金币 那这还有啥好说的 我直接从叶子后台冲了十个六四八 金币到账后我直接打开红包页面 十个六四八结合体红包 让我们看看一个红包能出多少金币 下面请看现场报道 哎呦我去 直接两万二金币 这个后到现在为止已经冲了二十个六四八了 直接如生尊贵的V14用户 直接领取免费忍者万元卡卡锡 我得紧比一刀涨 我不膨涨 谁膨涨 这还有啥好说的 先把V14的体力没满 然后继续清空特权商店 看着今天买到的忍者碎片 我的心里顿时美滋滋 我是立志要成为跨军第一的男人 谁让我是六四八人助力了 你说是不是 你一个老丁 死死了 耶 哈哈哈 哈哈哈哈